云南米干是中立龙岗一带特有的小吃 这是当年随着国民政府来台的老农民 所带来的一样饮食文化 龙岗第一家米干创办人 陈慧舟老先生 今年欢度百岁大寿 许多亲友特别为他祝寿 这也代表米干文化 在台湾已经有50年以上的历史 唱着生日快乐歌 百岁人锐 陈慧舟老先生欢度一百大寿 当年随国民政府来台定居 陈慧舟老先生可说是把云南米食 带到中立龙岗的开山祖师 民国四十年台湾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机会 他们也没有工作的其他技能 所以他就把这个大陆上 他从小就接触了这些饮食的 这些特色的饮食 他把它转化以后 就在眷村从百路边摊开始 米干原是出自于中国大陆的云南 用米当原料磨成香后 再制作成面条状 煮收后加入鸡蛋跟配菜 配上熬好的高汤 就是一碗口味好汤头夹的米干面 虽然用的都是一般的食材 但是用米做出的面 天然健康 让顾客吃起来没有负担 云南米池它最可贵的一点是说 它所有制作的过程全部都是手工 然后它所有的材质都是自然的 它没有任何添加 以前比方说那个米浆要用手去磨 用石墨去磨 现在用机器了 真是快乐 年轻时从摆摊再到店面 陈惠州老先生创办的米干店 在龙岗已经50多年 如今的他已是百岁人锐 我们回顾这一段父母亲辛苦的历史 它是靠这一个所谓特殊的家乡美食 来养活我们几个兄弟 称此起这个家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饮食文化影响深远 如今龙岗街上米干店林立 成为地方特色 陈老先生创立的米干店 对传承中华饮食文化共不可没 新唐人亚特电视蔡兆 有料鼠美 台湾桃园报道